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个好久都没有营业的博主了 这次我要带来的视频是我夏天的凉写和机 其实我是真的非常抱歉哦 因为我总是说自己身体不好 所以就没有及时的录视频 想必大家都听我说我身体不好也听烦了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我自己所经历的现实 我也没有办法否定它 不过不管怎么说 总算是在这次跟大家见面了 所以我们就立刻开始进入整体 像这次的夏天的凉写和机呢 我的设想就是我给大家展示 分享一些我自己穿的比较新的 然后我自己又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值得来分享给大家的这些鞋子 下方里面其实是有这双店家送给我 让我去体验的一双鞋子 像这种我觉得应该就是所谓的公关品吧 像这样子的我都会打一个星号 不管是在我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还是在我的视频里面都会打上星号 不过我的所有体验都是我的真实感受 不会跟大家撒谎的 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 by far这双凉鞋 这个by far系带的这个凉鞋 应该可以说是今年的网红化是吧 我其实是在去年就买了 去年它就挺红的 因为我上网上多了嘛 就难免总看见这双鞋 所以就很好奇买了一双来试吃 然后我自己觉得它这个设计做的很好看 就是是现在比较实心的这种方头 然后它做的也比较复古 虽然是一个粗根 但它做的是这种多边形的设计 所以它这个粗根就看起来不会很笨重 然后它这个细袋呢 就是我觉得做的就是足够简单 足够好看的 然后它这个设计 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它这个足弓 因为我自己足弓稍微是有一点高的 像很多鞋 我的足弓这个地方都是碰到脚底的 然后但是这一双鞋 我穿上就是会感觉它贴我脚底的会多一些 所以这样就会更稳当 然后可以走得更久一些吧 然后这个鞋它是皮底的 我自己给它沾了一些胶带 我觉得沾了胶带应该就行 其实不摘也是可以 这个鞋今年出了很多很多种颜色 也有很多不同的材质 我自己买这个黑色的几皮款 我觉得算可能应该是算是最软的那种款式 而且它这个几皮的皮子嘛 也是做的非常好 像漆皮的 我会看到那个皮子的弹性就没有那么好 可能就是你如果脚比较宽的话 你本来是可以穿36号 但是如果你买漆皮的那一种皮子的 你可能就得买37号 像漆皮这个没准还是会撑一些的 就是所以这个鞋子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当时应该穿多大的 因为我平时一般都买36号半的鞋嘛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36号的 这个36号的我觉得是正码的 但是如果你的脚比较宽的话 我建议就是一定要买大一码 因为它这个前面其实还是挺窄的 我自己脚比较瘦嘛 所以就还好 然后就有关它是不是对高脚背友好呢 我觉得它这个带子是对高脚背友好 因为脚背也就是不算很矮了 我觉得这样穿着就挺好的 像这双鞋搭配的话 我觉得裙装裤装其实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把它跟裙子搭配在一起 因为我自己总觉得下山穿裙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会想要它的鞋跟高一些 这样要先退更多一些嘛 而且因为它是黑色的脚皮的 所以真的是完全不挑你的衣服 也不挑你的包 就随便搭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鞋我觉得算是这种 就是中根的这种细袋凉拖里面 虽然是已经很舒服的 因为你这种细袋的本来 它就舒适度就会差一些的 所以这个鞋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吧 接下来又说就是一轮今年的新款凉拖了 然后这个凉拖是香奈儿的 这个它前面是PVC皮边的设计 然后后面是一个透明的塑料鞋跟 然后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时尚的一个夸试楼 这个我买出来是我在商场里面对它一见钟情 然后穿在脚上我也觉得它这个设计特别适合我的脚型 而且我自己也没有这种颜色的鞋 所以我就当场买下来了 然后这个鞋我买的是37码 因为它很窄哦 所以我建议大概就是买至少大半码了一码左右吧 然后这个鞋子呢 它除了就是鞋子本身是这种PVC塑料的设计以外 它还有一个塑料的这样子的袋子 就是每双鞋都有呢 然后这个鞋呢 你就可以比如说去海滨玩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袋子装着这个鞋 然后这个袋子上还有一个香奈儿标志这样 非常特别非常高档 但是我觉得其实能用上那个袋子的机会不是很多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比较鸡肋的产品 然后这个鞋子它设计其实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 比如说在这个鞋子就是它是一个已经做好的橡胶底 不需要你再去单独的做底 可以说就是它已经考虑这个鞋子可能会碰水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考虑的还是挺周到的 但是你要说它好穿吗 我觉得不上我好穿 因为我买的稍微大一些嘛 所以我没有体会到前面的皮边磨脚的情况 但是我能体会到就是这双鞋其实是很硬的 而且它这个后根这个透明的后根看起来是透明的应该很轻 但其实它整个是实心的 然后它用的这个料也特别实在 其实是很重的 所以走起来你会觉得是有一点累的 搭配这双鞋子我觉得因为它颜色很亮嘛 所以就尽量搭配一些比较自然的柔和的色系 然后那个衣服不要太紧繃 然后比较宽松自然 然后休闪一些我觉得就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想赶这个时髦一定要它的袖场同款的话 我不是非常推荐这双鞋啊 当然如果你非常非常喜欢 你觉得我可以克服它鞋子又很窄 然后它鞋子又很重 没有那么好穿的情况的话呢 我觉得你是可以入手的 如果你想买这双鞋的话 建议一定要先到店里面去试一下 所以有关这双香奈尔拖鞋的情况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吧 再接下来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新买的鞋子 这个是我在前些天打折的时候买的 它是这个 Jimmy True的一个真丝的丝绒拖鞋 然后这个拖鞋它是一个尖头的设计 整个是一个丝绒面 然后鞋面上面搭配了钻扣的很大的蝴蝶 整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设计 但是我自己就对这个鞋几乎就是一眼相忠 所以我就等到它打折 我就很激动的就下单了 它这个鞋我觉得到时候没有失望 完全没有失望 穿在脚上也是很舒服 很好 Jimmy True的质量也一直都很好嘛 然后它这个鞋子本身呢 我觉得搭配起来的话 好像这么夸张的鞋也是就搭配一些简单的衣服就好了 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穿它配牛仔裤之类的 然后像这个鞋子搭配裙装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勉强 因为它虽然是尖头的设计 但是它是盖掉一部分脚面的 也就是说夏天你露腿的时候 你的这个脚本来是一个腿的延长线 结果你的延长线少了一块 这样子可能修饰腿型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是我觉得搭配裙装 就尽量的谨慎吧 可能不露太多的腿会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然后像这个鞋子的尺码选择呢 我的建议就是买稍微偏大一些 其实整体上有关夏天的鞋 我都是建议买偏大一些的 像这一双比较特别的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尖头了 尖头的鞋一般都比较窄 稍微偏大一点 走路的时候会舒服很多很多的 然后像它的这个丝绒 因为它是整个是连在这个鞋底这里的 所以我不会推荐大家去走一些路况不太好的地方 这样子可能对鞋子损伤会很大 如果就是走的路面会好一些的话 这个鞋的寿命可能会保持的更久一些 然后这双鞋不只是有蓝色的 它这个还有同款黑色丝绒面料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试一试 我觉得蓝色和黑色这两颗颗色都是特别好搭的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这一双鞋呢 是来自于我最喜欢的一个女装品牌 Lomère 我自己不太会发语啊 可能发的不太对 然后Lomère的这个凉鞋呢 我是在它的官网打折的时候下单的 它那个官网寄送美国的速度特别特别快 第一天下单 第三天就可以收到了 因为是从法国发过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速度正常实在是像坐着火箭来的一样 然后这个鞋子本身呢 它这个鞋面是一个这种有弹力的这种棉麻袋的设计 然后它内里是很奢侈的 有小羊皮做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做的是非常的好 因为羊皮接触脚面会比这个麻料接触脚面会舒服很多的 然后同时它这个麻的这个弹力的这个设计呢 走起来又不会觉得这个鞋很舒服 总体上是一个很考虑穿着舒适度的一个鞋子 我自己很喜欢就是它这个漆面这个鞋底设计 这个漆面鞋底设计让这个鞋看起来更特别更精致了一些 显得就是不是一双普普通通的在哪里都能看见的交叉的拖鞋这样子的 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它把品质和细节这样悄悄的藏好 就是只有你穿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这种这种设计理念吧 我自己是一直很欣赏这个品牌的 所以在打车的时候买到这双鞋我自己觉得还蛮兴趣的 像它这个鞋跟呢是一个大概也就四公分多一点的鞋跟 所以走起来也是很容易的那一种 刚才出去的时候就是穿的这一双 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磨合的问题 根本就不会磨脚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尺码问题 我买的是它这个鞋子上面标的应该是砝码写的是37号 但其实我的脚最多也就只有36号半嘛 穿上是正好的 而且它这个鞋子设计实在是太窄了 因为我的脚已经是偏瘦的了 我还觉得这个地方是稍微有一点紧的 所以如果你的脚是比较宽的话想试这个鞋子 那我觉得一定要买大一整嘛 然后这双拖鞋的搭配我觉得完全不挑衣服 不挑颜色 因为它自己是一个很中性的 就是是可以退居二线的那样子的一个设计 所以是不会去抢脱衣服和包的光彩的 所以就是完全是随便搭都可以的 露出腿来 我觉得也是可以显得非常细长的一个设计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双去年买的旧鞋子 这双鞋是Monola Blahnik的 因为它的鞋子设计我觉得是不过实的 所以在这里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双鞋是一个尖头提袋的一个两鞋设计 它是不露胶脂的 然后这个鞋子我觉得设计的比较贴心的地方 就是它的鞋头跟它的鞋跟都是用黑骨包的 而不是用黑色的皮子 因为用皮子的话尖头的鞋子是很容易磕破鞋尖 然后还有它这个鞋跟后面也是很容易磕到的 这个用黑布的话 它这个鞋尖的寿命就会长很多很多 然后再加上它鞋子后面的这个袋呢 鞋袋的设计是不需要担心自己的脚跟挂不住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鞋子就几乎是完美符合我自己对这个夏天的鞋子的要求的 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非常热衷于露胶脂的人 然后这个鞋子的鞋跟大概就是4公分左右 所以日常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双鞋跟刚才这名处一样 鞋头这里面都是盖住胶脂的 所以我是不太推荐把它跟特别短的夏装搭配在一起的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搭配长裤或者是长的裙子 膝上的短裤也搭配过 效果并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不过我还是更推荐跟比较长的夏装搭配在一起 然后这个鞋子我买的鞋码是36号半 但是我觉得这个鞋子是很偏小的 因为我穿36号半真的就只是刚刚正好的样子 如果小半码的话我觉得这个鞋放的甚至都穿不进去了 因为MB的鞋本身就是有一些偏小的 所以大家如果选购这个牌子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尺码偏小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说的是一双平底的细袋两鞋 这个细袋两鞋是一个国内的牌子 叫Simple Rainbow 我自己去年回国的时候在他家买过鞋子 就很喜欢这个牌子的鞋 因为觉得它的性价比很好 不过这一双鞋不是我买的 这个是一元机会吧 这个牌子的老板知道我还蛮喜欢它的鞋子之后 他就送了我一双让我来试穿 体验一下 然后这双鞋呢它是一个墨绿的 然后有一点爆裂纹的那种羊皮的材质 整个的鞋子的设计呢我觉得鞋型做的挺不错的 也比较时尚而且它这种细袋也是不容易过时的 然后我选的尺码是37号 其实是比我的脚要大一些的 但是我自己就这种鞋子我就比较喜欢穿大一些 因为我总担心它的这个绑袋会比较紧 而且夏天脚呢又容易胀 然后这个鞋子我自己比较喜欢搭配色系的裙子来穿 像这个细袋呢我自己不喜欢穿细袋两鞋露出太多的腿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样子可能非常腿显不粗 所以我自己就很推荐这种细袋两鞋搭配 7下长度的下装来穿 不管是裙装还是裤装 然后它的鞋底呢也是真皮的 就我自己不只一双台价鞋子的双肘体验来讲 我觉得台价的鞋子限价比是比较高的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这一双我刚刚从商场里面取回来的这个BV的 席袋高跟两鞋 像这双鞋是我上周在商场的时候订的 因为当时没有了时码 所以我就一直等到这周它调货回来才拿到的 然后这双鞋是BV的新款 也是它的新设计是Daniel Lee设计的 Daniel Lee本人以前是Celine设计师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首先就是它这个鞋头这里都非常非常的方 它这个设计的穿着效果就是要脚趾跟这个鞋头这里是有一点点距离的 然后它的这个鞋带是靠腕带来固定的 所以这个对我这种挂不住鞋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了 其实它的这个鞋跟9公分多吧 其实是有一点长的对我来说 但是呢因为很喜欢它的这个设计 所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下手了 它整个鞋子是羊皮的 所以这个鞋子穿在脚上脚感也比较好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新的设计 就是它的这个鞋底 除了它是一个正常的真皮的鞋底以外 它还加了很多这个橡胶痘痘 这种橡胶的这种方形的椭圆形的 这种痘痘夹在这个鞋底上呢 就在那种比较硬的地面上 这个鞋子就会更稳一些 不然这么高的鞋跟 然后前掌这么薄 走在路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 至少对于我来说是 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穿这么高跟的鞋 总之我觉得它穿上之后是一个 相对于它这个鞋跟高度来说 是一个很舒服的存在 有关这双鞋的搭配呢 我觉得就是什么都可以吧 因为它自己本身细高跟 就是能穿上的鞋很挺发的 然后它又是白色的 所以你如果在春夏穿的话 真的是不管怎么搭都会很好看的 然后这双鞋子的鞋码 我买的是37号吗 理论上 我们那是买36号半的 但是我觉得36号半的话 因为我自己脚背比较高 它那个腕带可能就会有点过减 所以我就买了37号的 而且37号的话前面也会稍微松一点 这样子穿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所以有关这个BV的这个最新款的写字 就是这样子的了 大家如果好奇BV的新设计的话 请一定要去店里看一看 我觉得去店里面体验一下是最好的 所以这一次视频呢 七双两鞋就全都介绍完了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声明一点 就是这些鞋子都是我按照我自己的审美 还有我自己的脚型去挑选的 每个人的脚型都不一样 大家如果对其中的款式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去现场去体验一下 我自己的这些功课 可能不会适用于每个人 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自己的功课 能力量参考价值 大家有什么喜欢的好看的好穿的鞋子 也请订阅按理给我 我自己是特别的肥乐意去试鞋子的 所以这支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下一支视频也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跟大家见面 所以在这里我就来推销一下 我自己的其他平台吧 有关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主要是用来更新我的日常穿搭 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内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像平时写文章的时候 我都是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 主要内容就是我的每个月穿搭总结 还有我自己的日常的一些时尚 有关时尚啊购物啊 还有美妆之类的一些感想来的我们知道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一定不要错过我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